现在蟹爪蓝的新叶开始撑撑长 生长速度也特别的快 但是还是有花友反映自己的蟹爪蓝 到现在还没有开始长新叶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它放大招了 这个大招就是要给它掐叶片 一定要把顶端的这些相对比较薄比较弱的叶片 特别是一些这种发红的叶片把它摘掉 这些叶片的话它的生长能力弱抗性差 植株体内含有的养分也会非常少 这个时候是不利于它长新叶的 所以一定要把顶部的一些发软发红的叶片把它摘掉 一定要注意保留底部比较健壮的叶片就可以了 只要是这些不发芽的全部都可以摘掉 摘掉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追肥 现在生长速度快 我们用肥的话直接用这种浓缩型的 也就是通用型的营养叶肥就可以了 直接稀释100倍给它灌根或是喷叶都可以 然后呢适当的增加光照 及时的补水 那么在一个水肥光照都充足的情况下 它才能够更快的长出嫩叶出来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卸爪蓝长期不长新叶的话呢 这个大招一定不能省 好了本期就分享了这里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